今天的视频给大家分享一款特别好吃的蜂蜜脆笛小面包的做法 它底部有脆脆焦焦甜甜的壳 然后柔软又拉丝的面包蹄 做法一点都不复杂 今天分享给大家我们需要用到500克的高筋面粉 40克的糖 20克的奶粉 牛奶是220克 酵母粉是5克 牛奶的话我们是需要放进冰箱里冷藏过的牛奶 这样更容易出膜 然后一个全蛋 80克的蜂蜜 所有的材料不需要提前融合 直接倒进面包桶当中 我们用厨师机选择揉面功能 先低速把面粉混合均匀 然后再转中高速揉出后膜 趁这个时间呢 我们可以用微波炉 把黄油软化一下 900瓦30秒就足够了 软耗好的黄油 加到已经揉出后膜的 像视频中这种状态的面团当中 然后我们继续选择高速 把它揉出手套膜 手套膜的状态 像视频中这样薄薄的 透透的 然后它缺口的边缘是非常整齐的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稍微把面团整一下形 把它分成大小相等的两块面积 然后总共分成12份 一会儿我们还需要把这个面团从中间分开 也就是说500克的高筋面粉 我可以做出24个大小基本香等的蜂蜜小面包 分开好的面团我们把它揉圆 静置10分钟左右 上面加上保鲜膜 因为我们今天揉的这个面团含水量是比较低一点的 它没有那么的软 所以比较容易风干 取一个面团把它擀成牛舌状 我一般喜欢把它擀了之后再把它反过来 我认为这样做出来的面包会比较平整 一般做吐司会这个样子 但是小面包好像不太需要它的表面如何的平整 然后像是平整这样由上向下卷起 底部把它弄得薄一点的面皮把它捏起来 一刀下去一分为二 这样两个蜂蜜小面包就做好了 烤盘我用的是28x28的 然后里面多撒上一些食用油 白糖加上黑芝麻 用刚才切好的蜂蜜小面包蘸上 然后把它均匀的放在烤盘上面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做的小面包它的底部会更好吃的原因 微蒸烤箱里面直接发酵就可以了 这款微蒸烤箱呢 它的菜单模式A03就是发酵模式 如果你的烤箱没有发酵模式 也可以直接选择40度 然后加上一小碗的水 用烤箱发酵也是可以的 一个全蛋液打散 直接刷在小面包的上面 这个时候是已经发酵好的小面包 我们在上面撒上一些黑芝麻或者是白芝麻 都会非常漂亮 烤箱170度提前预热上下火 烤15到18分钟左右加盖锡子 最后再烤上13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看一下我们做好的这个蜂蜜小面包 每一个的底部都有脆脆的 甜甜的 焦焦的底壳 面包与面包之间的拉丝也是非常薄的 刚烤好的面包有点烫手 我因为着急出门 所以提前用风扇把它扇一下 我们撕开看一下每一个小面包 它的这个面团都是非常筋道的 因为我们刚才揉出了手套膜嘛 就吃在嘴里非常筋道又韧性 但是它底部呢又是脆脆的甜甜的 就我剪这条视频的时候都忍不住流口水 这个蜂蜜小面包真的做得太成功了 我希望如果你有一台烤箱 有一台厨师机 如果想尝试面包的话 一定要先试试这一款 因为它非常简单 但是却非常非常的好吃 做好的小面包 带着给小朋友去吃啦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不想公主的咸鱼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就请加个关注吧 我们下期见